已經都撞上去 沒有 後面就漏掉了 百合花苞萌芽之際 卻遭受含害凍生 開不出花來 等於毫無僅僅價值 農民一整片三分地 有一半都受損 就一半了 差不多一萬五千糰 這本質只要三四十萬 所以就要五六十萬 對 一塊農而已 不只百合花 種植葡萄樹的農民 也欲哭無淚 葡萄葉受到雙害 全部枯萎 影響後期開花 這波寒流來襲 台中新設山區 平均只有2.7度 最低溫甚至逼近零度 造成多項農作物受損 葡萄占最大宗 影響面積九十公頃 有九十萬斤收成梅樂 百合花也有二十三公頃 初估八十萬株受損 外銷日本的文新蘭 影響四十三公頃 有四十萬朵無法賣 變透明水淨狀過去 這樣子就是有含海的部分 因為這個影響是整個月 甚至一兩個月才會結束 可能基本損失三四十萬 十七公頃以上的話 那我們農耳會這邊 就會成立這個現金救助 以及地利貸款的部分 不僅收成梅樂 還要倒賠栽種成本 尤其花卉等高經濟價值作物 每分地成本就要二十萬元 加上這次都是萌芽石凍傷 農民血本無歸 也希望農糧署 能盡快公告救助範圍 讓他們早日復更 記者宮玉德 蔡殿營 SNG小組台中報導